嗯 大家好 咱们在这一节课咱们来讲一下 嗯 那个Manager一个控制一个进幕 进幕模式的话呢 是不在哪一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需要进行维护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由于我们的一个 Permicius Permicius 然后一直在监控的我们的服务器 如果我们进行维护状态的话 这时候肯定会 它会探测到 然后我们的服务有问题 就会连续不断的进行报警 而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肯定是不希望它进行报警的 因为我们是那个已经是知道的 我们是正在进行维护 所以说这时候的话呢我们都可以通过 Aled Manager去控制一个进幕行为 也就是说 通过一个设置呢告诉他 我们已经知道了然后有问题了 然后呢你不需要再进行一个报警了 所以说就是一个进幕 我们来看一下 先是通过一个US进行创建一个进幕 现在的话应该是有还有几个报警 有两个这个磁盘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磁盘这个地方又显示了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现在的话应该是有 那个两类报警 一个是磁盘的一个是我们的一个 Aled Manager然后是地域2的 好那个 我们来创建一个 这个进幕行为 嗯我们去来能够去添加一个 看一下 添加一个新的 然后的话你看默认是一个 两个小时 就是说你设置这个进幕的话 它默认是两个小时 那么这里的话 我为了那个一个演示 我们在这里把这里的话 我们把它改成一分钟 然后的话一个名称 名称的话我们是一个 这个是随便填了 这是一个要匹配的 匹配的我们是匹配哪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我们再来打开一个 我们来进行一个匹配 看一下它的一个警告信息 然后匹配这一个 它使用的是一个标签匹配模式 Vity 然后它的一个指示 是 critical 当然的话你也可以去使用一个证则表达式 嗯我们这个创建者是谁 创建者是一个 嗯我们那个吧 然后这个描述信息 嗯测试路 测试 测试 测试使用 好我们来去那个充填一个 嗯 好这个时间的话可能是 那个那个已经过了 嗯我们这个 改成 改一下 结束时间 结束时间是 结束时间的话我们应该是 嗯刚才时间已经过掉了 我们把它调大一点 嗯 嗯 12.13 应该是可以了 大家看到了 然后现在的话它应该是 嗯结束的话是 嗯是12.13 它因为那个和那个和我们那个 嗯它这个时区的话应该是使用的是 那个一个UTC 只有那个和我们这边 嗯那个应该是相差的时间是相差的 嗯我们来看一下 嗯 现在的话现在是晚上一个八点钟 就说了八个小时 嗯 嗯 我们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就暂时 我们这里先不用管它 嗯 应该是13 看一下 这种我们创建的 这样的话应该这个特色匹配的就是哪一个 来看一下 匹配的是不是一个瓷盘的一个 这是已经匹配上了 然后警告信息这里面 你们来看一下 警告信息里面这边那个也是会会显示 会显示的话 但是这个是保持了一个静默的模式 然后 XPAR的话就是取消 我们这个是这个时间带的话呢 它应该是不会再去报警了 看一下 然后的话这个是之前刚开始的报警 这个是什么一个瓷盘的 时间设的太短的话可能 嗯看不出来什么效果 因为刚好是因为这个 那这个是这个是9分钟之前的 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是 我们是大概是10分钟之后 嗯 会那个会进行第二次报警 大家看到我们在这边都是10分钟10分钟 他这边的话应该也是要10分钟 10分钟之后要进行报警 现在已经10分钟了 这个还没有过期 所以说它还是一直处在 一个静默模式 如果这里面的话 大家看到这个什么东西之前 现在的话也没有收到 这个特质一个静默模式 然后的话呢 这边是一个通过UI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去通过一个 迷你行去创建 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到期的话它会自动消失掉 大家看到 那个这边是没有可以手工的去选择 然后 嗯一个过期时间来 因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自己到期了 你现在的话这已经 没有了 看一下没有 发现一下应该是没有了 这个是过期的 这个已经 现在这个静默模式已经失效了 这边的话应该会 应该会收到邮件 有可能要等十分钟以后 好 那个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就不等它了 我们继续那个 嗯我们使用命令行去创建一个静默 嗯我们来创建一下 嗯我们来创建一下 然后是在 嗯我们这个是在运行 我们在176上面 嗯大家装的时候 应该是已经 大家知道有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是和我们这个 嗯 AlertManager是一起 安装的 这是两个可可可执行命令 我们直接是指定一个URL AlertManager 这URL 给一个ETP 然后去指定一下 嗯我们这个是17 176 然后的话是 这个单口是多少 在这 单口我们看一下 单口应该是 嗯 9093 9093 然后的话我们是 指定一个静默 然后后面是一个添加 嗯 嗯 这个静默的名称 instance 嗯 我们这个的话应该是 呃没有人匹配的 我们来去咨询一下 嗯 我们这个的话应该是 我们来去咨询一下 这个应该是 匹配不上的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去创建一个 换一个来 换一个是什么 嗯 交过等一 又等一个nodo 嗯 这个因为有可能会占到这个窗口 所以说我们 嗯 把这些后台启动一下 嗯 然后呢 嗯 启动然后我们是 2-add1 嗯 然后的话 错误自行到哪里去 嗯 嗯 输出到 嗯 输出到 嗯 输出到当前无人家压下面 那是manage 叫out 然后是 然后是 2-add1 然后的话我们是在后台运行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在监听 9.03 这已经监听了 然后的话我们来创建一下 还不行 嗯 大家看到然后呢我看了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是因为 嗯 嗯 少了一个参数 嗯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的话这两个的话是一个匹配条件 嗯 那的内幕我们来看一下是 是哪个 我们来去 我们假如说我们匹配这个吧 把这个复制一下 这个比较长 然后job name等于 然后 然后 肯定要匹配这个 然后的话 嗯 后面的话是要指定 嗯 在这个上面叫提示什么 提示要有一个 注释信息 一个注释信息的话是什么呢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它的帮助命令 嗯 党一起 嗯 一滴滴 我那个我们那个现在 我这个信息我这个吧 它是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信息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 嗯 要是使用帮助信息的那个 使用一个注释信息的话呢 是指定一个-c参数 或者是说 是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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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嗯 嗯 然后的话我们后面 嗯 随便那个输个注释信息 然后的 嗯 t start 返回一个那个id号 一个进门一个id号 我们来去 看一下 嗯 默认的话呢 是那个它写的是一个是一个小时 可以看到然后是12.35到1.35 然后的话它默认是一个小时的 嗯 匹配的一个 一个 一个警报信息 好 我们来继续继续往下面看 然后的话 下面这一条命中的话呢 是一个查询 当前一个进门列表 我们来查询一下 嗯 Mtool 也是要指定一下 1.35 等一个http 20.176 9093 然后的话 进门 然后query 大家看到然后可以查询到我们当前的一个进门列表 然后的话呢 要像这个进门列表不想使用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一个过期 把这张进门的盖子 该进门让它失效掉 来看一下 然后 xpair 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个这个id号 我们再来查询一下 大家看到又没有了 现在的话已经失效了 嗯 那个我们也同样的话呢 嗯 你假如说不想去指定的老师去指定的参数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这个 嗯 这个文件夹下面 这个文件下面 或者是这个里面 然后去配置一下 嗯 我们来的那个 来尝试一下 其实配的话 可能你感觉可能有了意义不大 不过的 既然那个他这个有这个功能呢 我们都去嗯 尝试一下 到了号码 到了号码是什么 是当前用户的 因子直接写 嗯 我们的rook下面也行 config 然后m2 那先要创建这个文件夹 okdr copy 然后m 图 然后config m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 然后烤进去 嗯 这里面改一下 改了176 我们这时候再去查询一下 查询的话 我们这时候把这个地址可以不用指定了 再看到现在的话是不是都没有了 嗯 那个我们这个这个 那个再是一些 这个是主持信息 我们这边的话也要标一下 这个主持信息没有标 觉得有问题 嗯 这个符号 然后 提示的2 嗯 这个边的话应该这个也是没有标 会有问题 嗯 刚谁吧 提示的1 嗯 这个是查询查询的话不需要 嗯 这边的话 他也是没有标 没有标的话应该 啊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 使用那个刚刚common的也是可以的 这种方式也是行的 嗯 还有一种方式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正值表达式 那约等于 那我们来 那个来看一下 我们这时候先那个先来匹配一下 这时候的话应该是那个 嗯 没有静默模式了 然后am tool 然后 现在是静默 添加一个刚刚common的 这是我们使用的一个呃 呃 长标签 APP 然后的话 嗯 匹配 那的manage 那的name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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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面的话我们用信号 然后进行一个匹配 然后 嗯 那就匹配一个标签吧 你假装有需要的话 你还可以再匹配 嗯 其他的标签来更精确的 然后 嗯 我们匹配一个吧 看一下 匹配一个这个 这样的话都可以直接取出来一个 嗯 嗯 嗯 好了 来匹配一下 咱们来看一下 嗯 这边的话是显示 嗯 没有匹配的一个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嗯 这个roadfs 嗯 没有 没有的话我们 嗯 嗯 应该是 我们是不是把他那个 因为加上一个 嗯 以后的原因呢 我们看一下 嗯 这个来个2 再来看一下 嗯 有两条进墓 进墓信息 然后的话 嗯 没有匹配 嗯 嗯 那我刚才看了一下 嗯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嗯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边 那个少了一个点 然后那个前面是一个点 后面是一个星 然后都代表 那个有可以后面的一个字符 全部进行一个匹配 嗯 前面的话就是disk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 那个匹配所有的字符 然后后面的话又是一个 嗯 又是一个条件匹配 只有这两个标签 全部匹配之后呢 嗯 才能那个匹配到我们的一个 呃 警报信息 比如说这一个disk 然后后面的话是用点星来进行 那个 进行匹配的 这里 然后的话又匹配到一个什么 匹配一个我们一个 嗯 这样的一个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 这里是显示了一个 另外一个的话应该是被匹配上了 嗯 经过的话在这里面都 都不那个不进行报警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那个这个已经匹配上了 嗯 用的ifs 还有一个 嗯 嗯 嗯 我们来这个再进行一个匹配一个 嗯 嗯 我们再把这个也匹配一下 然后这个是5 然后 这一个 我们这个匹配一个这个吧 嗯 嗯 嗯 我们来添加一下 嗯 没有匹配上 嗯 这个那个也已经进行一个匹配上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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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们的静默创建的话 我们都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